祈祷和希望的话语 基督圣体圣血节 炳年 路加第九章 十一B至十七节 Fernando and Melilli 神父的讲道词 大家主日快乐 我们今天要听的风音 是最著名的风音片段之一 他讲述的是所谓 争饼和争鱼 这段经文众所周知 即使是非信徒 都听过这段经文 我们现在发现了 在风音中出现过六次 马逗和马耳谷分别 叙述了两次 这个意味着这段经文 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它是什么呢 直接而自发的反应是 它是耶稣给出的作为天主的证明 因为只有天主才能够从无中创造出东西 在我们的宇宙里面 没有一些东西是被创造 也没有一些东西被毁灭 如果有些东西从无到有 就意味着是有天主的干预 如果我们想要领会 圣死要传达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必须做第一件事 就是清除我们 几乎所有圣经里面 发现的标题 增饼增语的奇迹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 去看这段聚述 我们就会离得很远 我也都没有办法领会 圣死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在这段经文里面 并没有暗示奇迹 或者争鱼争饼 它只是说 耶稣拿起 情给天父的鱼和饼 并将它们分发 如果这些食物 不单止是足够 而且还有很多静在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将这段记载 看作是一个 物质层面的事实 就会出现 很难找到答案的问题 首先 有六次增饼增鱼 但没有哪几次 在世界上是一致的 食这些食物的人的数量 是有变化的 四千到五千人 其次 十二螺 七螺 五个饼 不是 是七个饼 还有 地点都不同 其中一位姓氏 还将它放在抗野 另一位 就放在肥沃平原的湖边 如果我们将这段经文 看作是对物质层面事实的罪述 这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些 看似来不真实的细节 让我们试着 想象一下门徒们 在遵循耶稣的指示的时候 所面临的困难 将五千人分作五十人一组 因此 他们必须在黑暗中分出一百组 每组五十人 因为当时是晚上 然后在那种分乱里面 开始分发饼和鱼 作为一个事实 它并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遇到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 如果我们将它作为一个比喻 这样就有很多可以说了 因为它暗示一种彻底的改变 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改变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现实的关系的改变 以及我们管理我们生活所需品的方式的改变 在旧世界里面 也就是耶稣来要颠覆这个世界 我们所看到的 和世贸的关系 是发自人类的狡猾 我们耶稣提出一种新的关系方式 我们将它视着 去发掘的非常具有挑衅性的信息 和圣体圣事真正的庆祝意义有关 也就是和我们今天所庆祝的尼撒圣祭有关 对于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来说 领受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 吃那些就是基督本身的饼 就意味着接受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 接受他关于新世界的提议 这个预示着一个彻底的改变 即管理世物的方式的改变 从而使所有人都有圣物 并且不单是足够 而且还有大量的圣语 让我们听听圣史奴家 留给我们的文字 最述的开头 他就迎接他们 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 并自好了那些急需要治疗的人 天象要客的时候 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 请遣散群众 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女 去投宿尘食 因为我们这女是在荒野地方 耶稣却向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饱 成史奴家将分饼和分鱼的记号 放在贝特塞特附近 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出了五位中途的小镇的位置 离开加利拉雅湖的北岸 大约是二千五百米 在最述里面 有一个非常艺术的细节 四周有田舍和村庄 在耶稣时代 加利拉雅湖岸边的人口 比今天多很多 到处都有村庄 继续讲一些不太真实的细节 我们发现另一个细节 讲到是荒野地方 在那个区域 没有荒野地 这样我们开始明白 圣士邀请我们 通过他所介绍的图像的圣经象征意义 来阅读这段聚述 讲到荒野地 他就想参照的是出谷 而耶稣向我们提议的是一个出谷 离开一个旧世界 在那里 我们所需要的世物 是按照人类的标准去管理 这个标准就是自私 全聚的欲望 离开这个世界 进入一个自由的地方 在那里 这些世物是按天主的标准来管理的 耶稣提出他的建议 而在圣体圣事里面 我们将依附于这个新世界 以及他的提议 在着述的开头 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提示 一个时间的提示 天将要刻的时候 这个耶稣旅程结束的图像 他的旅程由以下内容组成 宣讲福音 而其结果是 凭了奇迹 当一个人遵循主的生命提议的时候 非凡的 伟大的事件总会发生 在这一日结束的时候 耶稣就某个问题 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法 这是一个人们总能感觉到的问题 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即是食和住的问题 也许我们认为 这个问题和福音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今天很多人认为 宗教和灵性生活 与那些物质问题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从门徒门的口中 得知他们这种观念 他们对耶稣说 今天我们听了你的讲话 你要吩咐这些听你讲话的群众回去 或者打发他们走 叫他们到四周的村庄填石里 去投缩 找食物 这种讲法 反映了今天的很多基督徒 认具有这样的想法 星期日我们去教堂 我们祈祷了 聆听了福音了 现在让我们出去 让我们每个人都尽可能 好用具体的 物质的东西去过日子 对他们来说 就好像门徒一样 福音是一回事 具体的生活 又是另一回事 他们会说 教理教导的是 如何上天堂 其余的就看你们各人 怎么做了 灵性生活和物质生活 没有关系 耶稣不是这样认为 因此 我们有路加提出的两个问题 即食和住的问题 当我们谈到住房和食物的时候 我们不单是指物质上的食物 即田饱肚的面包 以及一切个人的必需品 世物是指 那些滋养我们整个生命的东西 一个完整的人生 也意味着感情 友谊 尊重 交流 社会生活 健康 家庭 一个完整的人生 必须满足很多需求 福音针对 如何满足所有这些需求 给出的答案 我们知道 饱食能够满足动物的需求 但对人来说 这个是不够的 人需要在 爱和兄弟姐妹的折腾中 实现这种饱足感 为了满足所有这些 形式的需求 门号们给出什么答案 我们已经听到 让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 让每个人都去买自己所需的东西 从那些出售的这些物品的人那里去买 请注意 在门徒的口中 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逻辑 我们世界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 交换机制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保留以自己的能力 所生产的东西 这样我们都会死 天主将我们做得很好 他慕容我们自给自足 我们永远不会缺乏物资 但我们必须要交换 这种交换可以在商业关系里面 我推测对方的需求 根据这个需求 我有优势 因为需求越多 我就可以将价格定得越高 这也可以是一种无常的交换 关注兄弟姐妹的需要 如果我能够满足他们 解决他们的饥饿问题 我愿意将我手中的东西给他们 耶稣给出的是什么答案呢 他拒绝了门徒的建议 即每个人都应该自食其力 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 让我们试着反省门徒们的提议 有什么问题 那些有钱的人就可以买 那些没钱的人不能够去买 认为饥饿 行走方面的人可以去买他们的东西 但有病的人去不了 然后有些跑得快的话 他们先去那里买 买走一切 因为他们有能力 但那些最后到达的人 什么都买不了 那些有知识的人 知道去哪里买 那些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人 就会迷路 这样 在这个旧世界 在这个受市场逻辑 所推动的世界 但是战争 暴力 不正义的出现 就不足为奇 那些能够存职的人 那些有钱人 会变得越来越有钱 而穷的人 则越来越穷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现实 他需要武力 暴力 威胁 和武器 维持这种逻辑 耶稣对门徒们说 这是对我们说 是 你必须公让他们 首先 耶稣拒绝这种 将生活成为两部分的逻辑 即灵性生活 和留给我们自己照料的物质生活 天主圣言 福音 要求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种新的管理物资的方式 天主圣言 告诉我们 首先 那些物质不是我们的 他们不能够按照市场的标准来处理 因为这些物质属于天主的 我只是代管者 大计我 其中的万物 属于上主 圣明二十四篇讲 帝茂德前书第六章也都说得好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 同样也不能带走什么 一切都事在海关精用的 这封 比帝茂德的信中这么说 对金钱的贪恋 我对物质全职的欲望是愚蠢的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门徒们明白了耶稣 想将他们引向何处 引向出谷 引向物资的分享 引向不是由贪婪和自私 而是由爱 由于对兄弟姐妹需要的关注 所支配的物质交换 但是 他们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也都是我们的意见 让我们来听一听 他们答说 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无两条鱼 除非我们亲自去 吸这一切人 求买食物 原来男人大约有五千 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 叫他们分火坐下 约五十人一火 门徒们就诛若做了 要众人坐下 门徒们的反对意见 就是我们反对的意见 我们会不断地听到 没有足够的食物提供给所有的人 食物很少 人很多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 怀疑够不够足够的食物给所有的人 这样竞争就开始了 有或是认为天主所创造的 不是一个他的子女可以得到满足 可以拥有充足的所需品的世界 不是 一切都是体一之谷 所以可以理解 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团积物品 为自己 家人 朋友 以及其他人 而尽力拥有足够的物品来支配 这个就是诱惑 在抗疫里面 他有马纳 有些人团积更多 比他们每日所需要的更多 但到一晚上 马纳就会生满了蟲 门徒们认为 耶稣的提议 很好 尽一切都共享 但并不会有任何结果 所以 他们提出另一个建议 我们继续生活在市场法则里面 也都是旧世界法则里面 他们去为所有这些人 五千个男人 买食物 这一个援助的提议 那些有更多物品的人 向有需要的人施舍 耶稣不占纳这个提议 因为他并没有给出 他有决定性的解决方案 他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 而是维持了市场法则下的旧世界 这种援助并不是坏事 至少那些拥有更多的人 给出了有需要的人的一些物品 但这个不是天主的新世界 现在耶稣提出什么建议呢 耶稣命令门徒说 叫他们坐下 叫他们躺下 这个是主人的姿态 看守服侍的自由的人的姿态 耶稣邀请门徒们 将所有有需要的人 视作他们的主人 而真正的门徒愿意服侍 他还说 叫他们五十人一组坐下 在出谷记里面 这个数字表示一个 有组织的民族 也就是说 这种分配 即对天主放在 地上供子女生活的物资的分配 必须有罪地进行管理 以使食物 对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足够和丰富的 现在我们听听 当天主对他子女准备的好物品 按照福音来管理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来听一听 他们摆在群众前 众人吃了也都饱了 把他们所剩的碎块 收集了十二罗 我们已经听到了 耶稣所做的五个姿势 圣斯路加已经明确地向我们 描述了这些姿势 因为他们包含了 耶稣对这个世界物资管理的新建议 不再是旧的逻辑 而是新的逻辑 我们要好好地探讨这个姿势 因为他们教我们 如何实现非凡的事 这样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饥饿的人都能得到饱足 并且 每个人都可得物资 不单是足够 而且是胜余 此外 所有形式的暴力 战争 不正义 和苦难 都可能消失 如果这个情况发生了 我们会说 这个奇迹 天主并没有行这个神迹 也教我们去完成它 如果它没有发生 是因为 我们无视耶稣 所给我们行这个神迹的姿势 其中第一个姿势是 耶稣拿起五个饼毛两条鱼 五加二等于七 它代表全部物资 五千代表全人类 这个物资 按照新的逻辑分法 不是市场法则的逻辑 而爱的法则的逻辑 礼物的逻辑 因此 我们交出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不是出于自私和贪婪的逻辑 是出于爱 第二个姿势是 耶稣举目望天 这个是邀请我们要认识到 世上的所有物资 我们所支配的所有物资 是来自那里的 他们不是我们的 他们是天主的 甚至生命都不是我们的 它是一份礼物 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生命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攀珠穆罗马峰 但你没有办法给自己生命 生命是一份礼物 望天 意味着 认识到一切是天主的 这个事实 所有权的感觉 是方言 将物资据为己有 为自己团积物资 是偷渡 望天 是我们行这个神迹所必须的 以使所有人 都能够拥有 物必须品 不单是足够的 而且是丰富的 天主已死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 那时人们认为 要做好人类 就必须消灭天主 但让我们苦心自问 如果我们去掉望天 即没有办法认识到 我们不是资助者 而是客人 这样 谁能够阻止我 遵循旧世界的逻辑 即我们所看到的 很不幸的 而在我们今日世界 圣行的逻辑呢 而在这个旧世界逻辑之下 所有的问题都产生了 我们尽量不跳过任何一步 否则奇迹将不会发生 第三个姿势 祝福 祝福意味着 认识到生命来自哪里 望天之后 应该有祝福 所有来自天主的 那些东西都是为了生命 因此 这张祝福意味着 拒绝不按照天主旨意 使用世物 也就是 不为死亡而用 因为从天主以来的 只有生命 世物只能够为生命而用 因此 他们不能够被用作武器 用于毒药 用于破坏 这个阻咒 这个就是第三个姿势 永远不要将 那不是我们 而是天主的物品 用于非生命 第四个姿势 抹开 耶稣这样做 是为了分享 祂将他们交给门徒 即那些蒙照建设新世界的人 在这个新世界里面 我们遵循爱的逻辑 其结果是 每个人都吃饱 并且还有十二罗的症在里 也就是说 食物有大量圣语 这就是奇迹 如果这样的奇迹 没有发生 创作于我们 没有信德 不相信耶稣 向我们提出这个建议 也在我们遵传了 一小部分 但我们继续 以旧逻辑生活 希望用旧逻辑 解决 恰视 由我们所造成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相信福音 最后一个信息 就是 祂通过收集碎块 来告诉我们知道 有圣语 但不能够浪费 天主的物资 不能够浪费 它们不是我们的 我们知道 浪费是很大罪的 有很多食物 被生产者用来 但是不可以用食物 或者 完全不用的产品 征收了税 这些不是真正的 根本的真实需求 而是有快的需求 至少我们浪费食物 水 能源 资源 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 更严肃 更紧急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 这样一个经济模式中 多余的东西变成了必要的 我们在主人的设计之外 这个主人就是天主 圣体圣事 与这一切有关系 在最后晚餐里面 耶稣知道 祂在世生命 已经走到尽头 祂想给门徒门 留下关于 祂这个人 祂的历史记号 所以 祂拿起面饼 说 这个就是我 我的整个生命 都是面饼 我没有什么 静下任何的东西 甚至生命中 每一刻不是为生命 为我而付出 然后 祂到门徒说 拿去吃 将我 我的故事内化 我相信 通过 做耶稣的这些姿势 回应了祂的邀请 按照祂所说的去做 这个神迹 是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我们认为 耶稣是一个梦想家 那么这个神迹 永远不会现实 借着邀请我们 吃这个饼 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你们 内化了 我的爱的故事 这个新世界 将会被建立 耶稣的提议 不是一个梦 凡认为 这个是一个梦的人 会放弃努力 留在天主 想要建立的故事之外 但是 凡真正领受 圣体圣事的人 会吸收 内化这个生命 即纳杂纳的人 耶稣的神 即是圣神 从而成为 新世界的建设者 在这个新世界里面 人民的生命 是一个 为兄弟姐妹的生命 他们都是 唯一天父的孩子 分享天父的爱 并以爱回应 兄弟姐妹们的 生命需求 祝各位主日快乐 另一个很开心的星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